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来教大家如何给我们搭建好的中转服务器的IP进行一个CDN的中转 目的是来隐藏我们的真实IP,并且有效降低矿磁的延迟和进一步提升矿磁访问的安全性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CDN,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吧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简易图,当用户输入域名的时候 操作系统会向LokDNS查询该域名的IP地址 第二步呢,LokDNS会向RootDNS查询域名授权的服务器 RootDNS将域名授权DNS记录回应给LokDNS LokDNS得到域名的授权DNS记录后 继续向域名授权DNS查询域名的IP地址 然后域名授权DNS查询域名记录后 回应给LokDNS 在LokDNS得到域名的记录后 会向智能调度的DNS查询域名的IP地址 智能调度DNS根据一定的算法和策略 将最适合的CDN节点IP地址回应给LokDNS LokDNS将得到的域名和IP回应给用户端 用户得到IP地址后 访问站点和服务器 CDN节点服务器应答请求 将内容返回给客户端 假如某个节点被攻击不能使用 因为CDN节点具有分散性和众多性 所以系统会重新分发一个节点供用户使用 听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也听得比较迷糊 简单说CDN就是帮助访问加速 把IP托管到CDN平台 通过CDN优化和重新分配IP进行原IP的隐藏 加上分散广泛的节点 就近连接降低延迟 即使一个节点受到攻击影响 因为有大量分散的节点 DNS会重新启用另一个节点 如果想要攻击所有节点 其成本也是阶梯式的增长 好 下面我来教大家如何开始操作 操作之前我们需要准备这些东西 域名 服务器 解析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进入我们的亚马逊后台 新建一个实例 这里我选择的是Ubuntu的系统 搭建这个系统是为我们矿石 搭建一个中转服务器 创建一个SSL的一个中转IP 服务器的创建很简单 跟着我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好 连接上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开始来配置我们的挖矿的中转IP 这段代码我会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这里把我提供了三段代码分别的复制进去 最后一段代码 注意这里的端口号 第一个是本地端口 最后是矿石的端口 我们把矿石的端口填写为SSL的端口 我们进一尺找一下它的SSL端口 SL端口旁边写了SSLport 这四个五就是SL端口 修改好端口复制进去 好 这里获取我们的IP 保存下来 下面我们来注册域名和解析域名 这里我会提供注册域名和解析域名的网址 打开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注册域名的网站 这个网站链接我也会放在我的视频下方 下面我们来开始注册一个账号 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填写你的用户名 你的邮箱 下面填写你的密码 下面再确认重新填一次你的密码 然后进行身份认证 点击红色按钮 这里注册成功以后 它会自动登录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框 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个域名 这里我输入BAGAGA 然后我们查询一下 找到这个最便宜的0.99美元的这个 后缀 XYZ 点击 跳转到这个页面 这里是支持支付宝付款的 我们点支付宝 然后往下拖 好这里我们勾选上 然后点配支付 好这里我们拿出手机进行付款 付款后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好这里点我的首页 好这里我们找到这里有个1 然后进来呢 这里需要填写一些信息 我们只填这些有信号的地方 好这里的信息就随便填了 好这里填上验证码 都选上 点击 好这里我们继续找到1 点击 好进入到这个界面 这里需要稍微等一下 好进来我们找到这个蓝色的圆圈图标 我们需要把里面解析的内容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以后 好我们点击这个灰色的图标 返回 好这里我们需要点击最右边的一个图标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会到我们解析网站里面去进行配置 解析这个域名的网址呢 我也会发在我的视频下方 好就是这个网站 这里呢我们把英语英文调成中文 好我们开始来注册我们的一个账号 这里填写我们的邮箱 这里填写我们的密码 这个密码需要一个特殊符号 然后数字 好 这里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注册的域名给粘贴到这里 刚才注册的域名是bagaga.xyz 好添加节点 好这里不成功我们再多试几次 再试一次 这里可能会有延迟 所以说呢要多试几次 好我们选择计划这里我们选择这个免费的 继续 这里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好进来我们以后添加记录 好 好看到这里的一个名称的服务器 我们需要把这里的一个地址给复制下来 把这个地址复制到我们刚才的域名的那个地址 把这里的删掉 然后粘贴我们刚才的复制的地址 回去把第二段也复制过来 粘贴 把下面一段删掉 然后往下拖 点击 好进入到这个页面 我们看这里的状态还在配置当中 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直到这个红色的文字变成 这种 好就OK了 好这个页面我们就不用管了 我们去到解析的一个页面 点完成 好这里我们需要等待它的一个处理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子邮件给认证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处理速度会非常的慢 快的话大概10分钟能处理好 慢的话可能几十分钟 好这里验证我们的电子邮件 好电子邮件已经验证 好这里我们还要等待 刷新 我这里大概等了十来分钟 好现在已经完成了 这里点查看设置 然后这里点保存 然后这里也点保存 保存 继续保存 完成 这里点我们左边的一个DNS 这个DNS的位置呢 有时候在你的正上方 好这里开始来添加我们的记录 这里呢 我们首先填写一个符号 然后这里填写我们刚才的一个公网IP 然后先把代理关掉 这里改为两分钟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记录 然后跟着我操作 好这里有一个代理 代理如果打开的话 它是会隐藏我们的IP地址的 现在相当于就把我们的IP 托管到这个平台 也就实现了CDN 下面我们把我们的域名来配置到我们的矿机 来测试一下是否能够正常挖矿 填写我们的域名 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设置的四个五的端口 点击开始 这里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 第一次可能不会拼通 好现在可以了 现在就能正常的挖矿了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